客人站在娃娃機台前 毫不猶豫投下10個人銅板 仔細一看機台內放的 全是現在最缺的雞蛋 不好夾 雞蛋四顆裝一盒 客人對準按下按鈕 客人頭頭頭瞬間花掉100元 只是這雞蛋夾來夾去 丟來丟去怎麼都不會破 這樣夾不會破 不會這個是塑膠的 為什麼會想放那個蛋 在夾好機裡面 就好玩啊 而且現在很多缺蛋 原來這雞蛋全是塑膠假蛋 正值缺蛋潮 高雄一家娃娃機店的台主出奇招 為了拯救業績 想到把雞蛋放進去 夾到四顆假蛋 就可以兌換八顆針蛋 只要拍照上傳群組 就可以當場拿走 而這招還真的奏效 才十幾天台主就近賺1萬塊錢 2月10號左右做到今天 然後我覺得 總共消出去的蛋 已經有三四十斤了 生意好很多 好 七成都七成 大概最少好到三倍多 應該已經有賺快要1萬塊了 接臨時台之後 蛋蛋台竄紅 不過碰上雞蛋限購令 台主們也得團結起來 10個人輪流買 讓貨員穩定充足 它有限購一天一盒 所以要換多人去買 要不要跑幾趟 一天大概要跑 要跑一趟到兩趟 抓準商機把民生缺乏的物資 擺在機台裡 增加民眾想試試手氣的慾望 不過可得設個停損點 否則超過市場售價 反而買貴了